你做得已经很好了 你是一个特别的姿态 专门就是治疗睡眠 东西叔叔阿姨啊 对你就是大了 睡眠多梦了 有时一几个就睡觉 这个床非常有保护 你们看看啊 看看说明书 详细了解一下啊 哎 干什么呢你 你谁 这是干什么呢 我 我 我是 发手机给我交出来 交出来 给我 马来 说好的三点半你去 亲爱的 原来你在一楼啊 我找错地方了 好 我这就下来 我怀疑大爷退钱 是为了别的目的 那公司真不像什么正经公司 居然开在医院附近的菜场后面 还藏在废弃房里 又肃静又萧条 我一拍照呢 就冒出两个大汉来拦我 然后呢 幸福已经回来了及时啊 加上我机敏过人 当然趁机溜浪 下次我 下次 是什么给你勇气让你还要下次的 你做事之前不考虑后患吗 我没考虑那么多 我就是觉得不能放着林大爷不管 你知不知道我听到这些消息以后 都 多无法理解 你本职工作做好了 那是患者的私事吧 好像也不归你管吧 别把自己打进去 你是她亲老公吧 赶紧把她接回去 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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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喝这么多 来 来 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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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温少卿啊 你帮我扶一下 好 我去拿鞋 聪如 她好像要 我 肚子 这个是我找到最大的浴袍了 你先换上 我让钟臣送男装来 你帮我 我帮她 想和你一起 你帮我 我来 你帮我 我 我 是 了解医患群体 是做好调解工作的第一步 温少卿 要跨过人生的五五杯 就能登上 珠峰 我就是个垃圾 大号的 胡说什么呢 我什么事都没做成 爸爸为什么要这么说我 我又宽布不出来 什么时候 我不想我好累了 我累好累 你才多的 要做成什么事啊 既然不想努力了 那就停下来 好好休息一会儿 睡吧 我只是单纯让你跟着我体验医生的日常而已 你还挺会自由发挥的 所以自由发挥真的不好吗 嗯 我不是科班的法学生 所以得到这个实习的机会 特别来之不易 我只能自由发挥 如果我不努力比别人多做一点 我都跟不上别人的脚步 但是我自己写的小节 你改了全红 工作没做好 还传了绯闻 因为我的这些自由发挥 还耽误领的时间 有时候我在想 我是真的很差吗 你想听实话吗 你说吧 我已经做好了吸引健身 其实没有几个实习生的 可以适应医院这种环境 你做得已经很好了 你是一个特别的存在 这一刻的我 像是终于寻到了风的水滴 在空中自由飘落成雨 这是一句期待已久的赞扬 它让我觉得这二十多年的坚持 预谋四年的背叛 十二小时的跨越 都应该被刻上两个字 值得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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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